Hi どうも こんにちは みなさん 歡迎來到HKT Love Me YouTube Channel 我們這個節目又再回來了 我們馬上講講這幾個星期發生的新消息 首先新鮮滾熱賴的就是HKT48 即是5月12日即將會公開這個新曲 Kimi do doko e ikitai 我想和你去一些地方的一個 music video 終於公開了 大家都看到這次的MV採用了雙選拔制 兩隊選拔唱同一首歌 然後用兩個MV拍攝 他們各自扮演的 上次都講過了 Zubame Senbatsu 和Mizuho Senbatsu Zubame Senbatsu 是田中美狗 做主人工即是主角 那邊代表著是九州JR的員工 大多數都是 講一講其實鐵道裏面的工作 究竟有些甚麼 有些維修整備員 這個其實是得到了九州JR的全力協作作品 沒錯 沒有他們的全力協作其實是拍不到的 因為拍到很多內部的東西 這是很珍貴的東西 然後另一個就是Mizuho Senbatsu 就是我們上次講過 是四旗生 Draft三旗生和五旗生 加上一齊的MV 就是講一個鐵道的旅行 有Wunjo Hirona Nabi 又有其他不同的少女 他們在車站裏做各種各樣不同的事 講一些關於少女在鐵道上的約常生活 我覺得這件事最棒的地方就是 他們各自在同一時間做不同的事 但他們有些交叉點會出現 就好像開始就是Nabi和Miku 看到大家相見在車站月台那裡 第一次 之後就去到中間 他們就去到其中一個車站 可以寫下一些筆記 想起Miku 最後他們出到車站 看到Nabi他們在玩車站Live 他們又再次相遇 到最後Nabi和朋友分開之後 他又在月台那裡隔了幾條鐵路 大家面對面 面對著對方大家敬禮 是一個很微妙的故事 好像一個穿插各自的生活之外 同一時間也相對著面對做同樣的事 好在這裡問大家一個問題 有沒有知道MizuhoMV裡面 一開始Moka-chan Ibuki Gurutan 和Mimimi 一起在列車那裡跳舞 練習的舞是什麼 答案會在片尾公佈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話 請你現在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看看你猜不猜中了 好了我們講講MV裡面出現過什麼車站 初初他們第一次見面的 就是在紅本縣的三角站 三角駅 沒錯 之後可以看到一個大海的無人車站 就是在長崎縣的千棉站 千棉站 沒錯 一路沿著大海一路開過去 長崎縣的海邊很漂亮 我自己也踏過這條線去長崎縣的 真是很舒服 一路看著大海一路去 當然我沒有去過千棉站去下車 因為他們一班車都等很久 那些沒什麼人的Aki 沒什麼人的車站 這樣 好了那些Member 扮演的那些乘務員 那些工作人員 還有那些所有的衣服 全部都是真東西來的 不是制服來的 還有這個紅本事務Center 最後JL九州的職員 也有份參加拍攝 好 另外我們講講跳舞的地方 跳舞的地方 就是在福江縣的田村伊田站 別去穿了 好了 我相信疫情過後 我想我很多飯會去朝鮮 田村伊田站 一個叫做石炭紀念公園 拍攝 好 大家記住在這個地方 另外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在MV裡面 Napi Akari 和 風風 他們三個去旅行 他們紀錄的Instagram 叫做 Kimi to doko ka e ikitai 用羅馬字 即是英文寫的Instagram 其實都真的開了 他們真的公開了 他們自己的旅行照片 即是他們也追蹤了 他們也追蹤了 在MV途中 美狗Miku 他也是很偶然地發現 有IG 所以大家可以查一下 看看他們的照片 還有 Akari的公仔 好 另外一件事 我們追蹤一下 關於Sumbu的東西 Sumbu 直進卓業 他在5月26日也發表了寫真集 就是他作為idol的最後一個寫真集 大家留意一下 他攝影的地方都是在福岡 也是在獅島 伊東島 去到能古島 南古島 又去過中洲屋台 唐人丁等等的店 還有大家都期待的Bikini Sugata 即是泳衣的裝扮 如果喜歡Sumbu的朋友 記得一定要留意 好了 記不記得我們開頭的時候 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問究竟 Mokka-chan他們 在月台上練習的什麼模 答案就是 大人烈車 耶 這個不是我吹的 這個是我經過 在Kurudan 即是圖妹的showroom 確認過 是我問他自己回答的 最重要叫大家猜猜猜 其實很多飯都猜到 我相信 我相信聰明的HKD飯 你們一定會猜到的了 好了 我們看到新的MV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點預測 想跟大家聊一聊 最主要就是我們看到 今次的JR九州 是這麼全力去支持HKD48 同一時間我們看到 Nubby之前也在Hawks 那裡開球 做了一個開球禮的嘉賓 你看到他們做了很多聯合 首先是Soft Band 他們有贊助 同一時間他們的劇場 也有大水牛肥 這個我們之前幾集都有說過 那我們現在 我們看看究竟HKD的走向是怎樣 其實我個人覺得就是 HKD即將會officially 即是官方地成為一個 官方代表九州的偶像團體 沒錯 他以往HKD成立的時候 都說明以覆光為做據點 來開始做的事 變成我們九州 很多妹妹去了做Member 所以其實很不覺意地 已經變成一個 九州民間 他們心目中 都覺得他們 是代表九州的一個團體 所以在總選的時候 以前 九州的票其實都幾多 相對 你看到Sashi 和其他人 九州的票 是扔了很多 以往 一向都是關東和關西大戰 現在就變成 九州對本州大戰 好像是 所以經過這麼多事件之後 Sashi又走了 換了營運 今次的營運 還要是 今次的營運 還要是西日本 所以你看到 這麼多官方的組織 其實都和他聯成 其實在暗示 今後HKD48 除了做一個 我們講的J-POP 的IDOL之外 其實他都擔當著一個 是宣傳九州的一個重任 所以我覺得 他今後 除了會做一些 我們覺得 IDOL會做的事之外 亦都會有很多推廣 你看到 我們現在的Member 越來越多 關於九州的大使 推廣 所有的事情 所以 毫無疑問 九州的官方 各組織 開始 走向IDOL去做宣傳 變成 可能我們今天 去九州任何一個地方 都會看到HKD的身影 真的 官方 成為一個 官方認定的 IDOL組織 有可能的 好了 我們今天這段新消息 講到這裡 其實還有很多消息 我都未講完 希望我可以盡快 跟大家review 一些新的消息 如果有什麼消息 我是遺忘了 或者說錯了 歡迎大家留言 告訴我 同時 記得follow我們的Facebook 因為有些片 是我們不公開的 只會放在Facebook group 給大家聽 好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